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莊 大家好,我是大坤 这是一台二手新时代 咱们师傅正在的拆除 原来它进行过改装,是不是 为啥过来看看这台车呢 因为这个车主买二手车之后 他也不知道这个车里面有没有保温值 买的二手车啊 对,所以说咱们正好来看看 这是刚才接来的车顶 原来的第一层是指针板 第二层是贴的隔音 这叫什么保温棉呢 然后我这两天感冒了 大家听声音都挺容易的,挺难受 现在 我感冒了,把鼻子不太好使 刚才我就在没录视频之前我就闻了一下 然后我差点我呛跟着 瞬间感冒好了 你闻一下吧 就老呛了 所以说吧 就是这个东西它属于一个基础的东西 保温指针 你要说你不做 那好,咱啥事没有了 那你要是想做的话 如果做不好 那你就会导致现在这种节目了 你看现在天气二米已经穿长袖了 温度不是特别高 这玩意儿稀软 是 软的都不行了 是不是 嗯 所以说你如果一旦要是高温的情况下 看 一旦要是高温的情况下 这玩意儿就得溜胶 为啥好多朋友都说指针板都溜胶了 是啊 那就是指针材料不行 嗯 上去看 好接吗 好接 哎 这要我一下 看他做的这个东西原来做的还挺细 哎呀哎呀哎呀 正常这个是啥呢 第一层指针板刚才收完了 嗯 背面是定基礁 完了是铝木板 这层就是像素保温板 嗯 像素是啥 大家自己上网搜啊 这个玩法复再说多少遍了 就是它是一种工程材料啊 比如那个那个空调管道啊 啊下水管道的割音等等等等啊 工程割音这个材料 嗯 然后他呢 大家去搜的时候呢 就会在网上看到 他实际是不能跟人身体接触的 他是有害的 啊那么严重呢 我也不打算太严重 他他这个按道理来说 这种东西也有没味儿的 但是他这个 这个是有味儿的 咱没测试过 咱也不是专家啊 但是从网上来搜啊 这个相关的信息 他是不能跟人身体接触 接触的话会有问题 哦 所以说做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要么就贴好点了 要么就变铁 要么就变铁 对 你要脚不准 这种封到里面的东西别用不好 尤其是你到时候整里面装修的 车里装修的可好了 柜啊床啊啥的 就在里面有味儿 一股刺鼻子那个那个 焦皮味儿 嗯 就好像那个 酸不溜溜溜的 看到 炸房盖的很难了 吸掉还是吸纳水的 有时候说把这拆来 扎在房盖哪里 或者露扎那 哈哈哈 哈哈哈 还能防水是吗 哈哈哈 哎呦 哎呦 看上去还挺好接的啊 好接 这为啥呢 躺在地上太阳 躺在热 它就好 哎呦 行了 再闻一遍 提人行脑 好像有点迷糊 我以为你这只感冒呢在这 哎呀 嗯 这都拆掉之后 把它那个发泡 啥的给抠着抠着 嗯 嗯 原来你看那做的保温 就是打的这个发泡 还有这个 珍珠眼 这是本板吗 不知道 加上泡泡 泡沐沙 完了塞里头 跟那个发泡发着呢 你怎么还有水呢 这块 我冲了你别说了土 地板你给刷了 不刷了 根本啥都冲不了 都冲土 冲一层泥 整个就刷了 哪一样 这个太阳能的线 太阳能线 太阳能线 你不动它就完了 这怎么都蛇了呢 都啊 我刚接了 你刚看了 这是原来穿的太阳能线 对呀 你不管它就行了 太阳能这个活咱没有 它只要憋着坏了 这是啥 这是蛇呢 酥了的那会 不知道接哪 手一脸都碎了 不知道 它这经过好几段车路 改来改去 啊 你就别动它就行了 它没有这像 嗯 然后这个线应该是 正常能使 就还给它扔到边上去 好 好 一截就下来 嗯 不是好 好啊 刘师傅天天贴纸 是吧 最有经验 能看出来 哈哈 咱家的棉花都没有青椒味 这家伙子 臭的红色味啊 是难问的 刘师傅说咱家的棉花 青椒味 这边还有汗的呢 这边还有汗的呢 这家伙子露雨 还搭有点行 这是汗的 啊 就好像是平会 这个 不是 这是明显是汗点吧 是平的吧 嗯 这边创 行 都无所谓了 对于这个事 再看看咱家那个隔音点 哎呀 真高啊 前天我卖了一份保温纸 刚才卖多少年了是不是 呀 卖多少年了 我拿一个 我拿一份 这上面不就是吗 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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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吗 嗯 不好往外抽呢 上面有个椅子压着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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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什么叫大建工 就OEM 用咱自己的品牌 用这有资质的这个生产这个东西的厂 厂子 咱们之前说过也去了 去了之后选 选财 选完了之后贴上咱们的商标 商标是咱注册的 完了发过来 咱们卖 对 材料也是咱们选的 对 从中挣这个利润 对吧 这是正常吧 正常的商业模式 对吧 对啊 买完了之后还互相介绍 说大坤这个价钱又便又好 是不是 看咱们的指针板 先拿厚实 这是他刚才拽的时候 撑坏的话 就是你在这个手感上 跟这个比 就是第一比好像比它密度大 嗯 第二比它硬 嗯 然后这个铝膜 铝膜实际看不出这个太大的区别 这主要是那个 你看这铝膜 嗯 这厚度能有多少 这都都锯不上胶了 看看这厚 啊大坤 他这里外这个都接了哦 啊接的 能接都接的 能够的都接的 这铝膜就比它这个稍微厚一点 它这个偏软啊 嗯 看这个像纸 纸是锡纸似的 咱这个就偏硬了 你看 这个就偏硬了 嗯 反正这个从食物或者是手感质感上 看它不发生 要是 在镜头上应该看不出 对 然后咱们来闻闻味道啊 我敢说一点味儿没有 嗯 真的 你让大家闻闻 怎么样 哈哈哈哈 然后再看这个隔音棉啊 为啥咱们不使这种像素保温碗 要使这种温纱棉呢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汽车材料 嗯 还给拽坏了 拽坏就好 有点感冒难受 你看 压点 嗯 松边 边都是收上的 嘎嘎板着的 对 然后带背胶 然后正好看看里边啥样 不知道撕坏了 这块都是 你看看一层一层的棉花也都是 这是温纱棉 对温纱棉 没有味儿 有点像那个刚做完那个棉被 对 那个感觉是不是 所以说呢 一层一层像絮上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让大家非得去买这个 咱们的产品 但是告诉大家 如果在买产品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图便宜 尤其像那种藏在车内的东西 去买些大品牌 像什么大能啊 那就很贵了 比如说你不 不差钱 那你就买大能 然后你说这个 我想又经济又实惠 那你买啥呢 啥呀 昆庄拿房车 对 定着吧 你就买这个就行了 是不是 行了 就说到这儿吧 把这个一会儿留师傅你说吧 他没事了 完了把里面那个都清擀去 OK 我们休息去吧 下期再见吧 拜拜